昨晚下班的時候 我有網友在樓下等我的女友幾天大隻 我們又去了廟街吃高仔飯 也是早的 但是今晚真的要早點做節目 早點做完節目了 因為今晚我發現要洗衣服 兩天嘛 雖然洗衣服也是很容易的 因為我把衣服都丟掉下來洗衣機 洗完澡之後就可以把衣服留下來 但也要留下來 很多事情要做 很累 也因為課場很忙 我今天是星期三 我從星期六開始就準備 把一些貨品 即是我的描述 牌和Podcard都要準備 但是到今天都還沒準備 因為每天都回來有東西收拾 星期四啦 每天都收拾到我 真是受不了 風水豪這幾天都是長處 他都發覺每天都要做什麼 結果呢 我只是搞個貨場 收拾東西 搬雪櫃 收拾骨灵糕 我真的用了很多時間 其實我的專業是做貨場 我的partime就是繼續跟大家做節目 我又看到阿東 我在Facebook看到他 不知道星期一行政什麼時候 又做了一個節目 開始越來越多人出來做節目的話 我是非常鼓勵的 為什麼呢 我希望香港越來越多不同的人 在香港這塊土地發聲 令到我們的焦點就不要那麼大了 我也是鼓勵多些不同的朋友 其實很多的 如果計算起來 有些是自己在家裏 不過我不知道 自己在家裏 做節目的人 可能都是外國的 我沒有看的 因為呢 我也很佩服他的毅力 他很多時候只有三十多人 幾十人做 看Live 重溫放上去 一兩個星期 兩個月 都是 幾十人或一百人 不會那麼少啊 有很多都是這樣的 不是我講的 大家不一定認識的 我也是很佩服這個毅力的 為什麼呢 你給我 我不做了 那你不用發聲嗎 我有目的發聲 我借著一個平台來做 推廣和宣傳 賺錢 留港見港 是不是 所以如果有一天大家發覺我真的上小紅書 不過我不會啦 小紅書真的很貴 要錢 應該要錢 是嗎 最少要洗幾皮的東西 起碼 正我所知 小紅書 是呀 起碼買廣告找人 還是怎樣的 當然如果我和人買 可能我失了幾皮去買廣告就不一樣 你拍抖音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買點影子悶 competitive literacy 越低能辦法越多人看 是的 其實我拍抖音應該 但是要掌握太短 對不對 那麼 那我又未至於要找到自己 老實講如果我要把自己的真側表達出來 一定要不能上一個來 congress 如果要是假的 就沒甚麼意思 但point henryree 我覺得覺得很無人頭 這樣話說 下午 因為昨天我給了一包花膠,用來發了一包花膠 一包現在我們會弄 一包我下午說趕快出去 我就弄來試試 為什麼呢?我早點試了,就要確定我做不做 今晚再不再煮,現在再煮就一定會做 以及立即通知他,立即發 這樣就可以做一些交貨 風水豪,我就這樣有花膠不行 我看看公司有什麼,當然有些鮑魚 用鮑魚扣花膠,不是很夠送的 我就隨便弄一些湯出來,龍蝦湯也好不夠 也不是很夠送的,叫風水豪上來 砍一些燒排骨結膏,砍一些燒冷仔 買些鹹蛋,買些飯和飲料 客人上來看見我們,說 包火吃嗎? 好像在桌面那裡,包火吃嗎? 看一看,這麼大的花膠,這麼大的鮑魚 下午炎炎,下日炎炎,不是下日炎炎,是下午 所以他們終於明白我的痛苦 我不是在浪費命,絕對不是 我是覺得,真是很慘 天天吃這些東西,我想清清一點,行不行啊? 風水豪說,你們不要這樣說,如果我們告訴別人 會被人打的,我當然不明白啊 那我就說,這道菜在外面吃,他們吃 風水豪也很昂貴 他說,要不要三千多元? 我這樣就不用,但我想一想 其實看什麼酒交了 你真的又不認識的 他夠膽收,他就給了 話說,今天我跟我老友聊天 為什麼呢?他就是我的供應 他就是紐西蘭直到香港 我正在賣那一隻紐西蘭花膠 其實我只是不斷說說 我放了三幾十包 你現在只賣了三包 貨價就不好看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說,不是啊,其實我只是假裝 有人給我這隻花膠,便宜很多 我算是說這些話,做生意 他說,沒可能的,我直到 然後就很狠狠,很狠狠激動 就把他剛剛今天訂貨的那些單 你看我直訂的那些,給我那些價錢 我看,你向微中取 其實都不太微 但是我,人家運輸啊,存倉啊 其實都是合理的 嘩,我們這些客人真的懂貨的 真的懂的 有時候我記錯價的東西,就是賣得慢的 因為這一隻是紐西蘭的深海 在南島 最沒有污染,那些深海鮮魚 他真的發出來 其實我又會發那些花膠來吃 當然我們現在會吃那一隻 跟我們自己買的這一隻 當然是有些少許距離 但是真的值得吃 今天,阿十三位請你進來 現在我們就把浸的花膠 大家看看 用筷子 如果你撐開它 你的筷子小 真的跟我的臉那麼大 今天我們就吃過了 那你那一隻有多少塊 很多塊 嘩 嘩 我們今天吃的那一包是五塊 但是有些可能是四塊 有些是六塊 因為它算是一個重量的 嘩,我們先不要理會 阿十三,麻煩你了 好了 那我一會兒吃完 我先給一個 好像說過了沒有 震撼家 我說過了嗎? 阿楓說過了 阿楓說過了 不是吧 你瘋了嗎? 要不要這麼便宜 為什麼呢? 我馬上知道 街市原來有些便宜的 售賣二百多元 二百頭 貴的呢 或者有些 凍肉品 三百多元 三九九 三九九 不是你真的不懂的 是嗎? 是嗎? 看你的包裝店 店的包裝 我一會兒再說 震撼家 要不就不要做 好了 希望大家開開心心 新春的時候 吃好一點點 各式其式 我們今天要撿雪櫃 要掛八卦 其實我應該放一個鏡頭 拍照我的日常 其實我真的很想佩服自己 我佩服自己 你們看到我很多缺點 你們看到我有些優點 但是我一生人 真的自豪 我說得出來自豪 不是追求女生 不是走得快 不是那些 是我真的很厲害 無論你很多東西 在一個小地方 還是 將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用一個比較漂亮的樣子 放出來 封所浩 你同不同意我這個優點 同意 非常同意 我今天為何會這樣說呢 其實我一向都是這樣 從小到大 那些人說 哇 真的她撿過是不一樣的 今天我又提供貨 拿上來 她說真的不知為何 每個人都是這樣撿貨 做零售的專業 你真的撿得漂亮一點 那我還說 不要說這些話 其實我告訴你 我是未見過人撿東西 撿得漂亮過我 是未見過 你說不是 Gucci 你看看你手上有什麼物料 就是你有什麼物料 有什麼 我是不用有物料 總之有什麼 我就在地取材 就可以撿得漂亮的了 包括是 尤其是 甚至乎我會在 後樓梯的垃圾桶裡面 看看有什麼 有沒有人扔的東西 又將它撿出來變的 因為我膠袋 什麼都好 那這個就是我最大的有點 我真的要 要要 好像今天我剛才有個客人 我們他老友 上來買了一個風水陣 他就是那個 第一天上來 我不會賣給他 他說 你怎麼搞的 我都不在意 大家自己有 我說不可以 不願賣 他說我來多一次 今天就終於來多一次 喂 那一盒東西 我是用了幾塊錢 買了一些在書局訂的東西 包括有些 是我老婆 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有些金線 那些東西 有些褶子 我又找一下我的櫃桶 我就將它又包 我真的很滿意 這也未夠 我再將一個櫃 用來放繁 將那個櫃 變成放風水陣 而且是很合理的 是很合理的 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很佩服自己 我覺得值得佩服自己 只是這件事 這件事實在意 是 很多條路 家裡很亂 那我不一定會 因為家裡亂的人 我是受不了 我老婆 撿到我家裡很奇怪 要不然 做不到我老婆 他唯一一件事 大家互相妥協 就是堅持 他跟我爭辯 他是不接被 他也是 他也是 很行 他也是 他老婆 因為他回來就亂了 不行 所以我早上起床 當然他不在 就好了 我就拉開窗簾 接好那些被 那些衣服 除了下來 還會穿 那些短衣服 睡覺 接好他 把公仔放好 那我就很安樂 那些鞋子放齊 那我就衝門口 OK 好了 當然 我們說這麼多無謂的東西 為什麼呢 有人來買 有狗 有狗 你想不出鏡 你可以出鏡 不要出鏡 有狗幾個人 小魔怪那樣的 那隻狗 好了 我們這裏 貓狗也是可以入的 OK 好了 風水現在出來 我們售東西 真的沒辦法 今天呢 我們真是快說 這個 新聞 其實現在吃三個月 什麼 其實花膠當然要找些微扣 雞腿面養我 沒有 沒有 要過兩天才有 另外呢 你呢 一會兒 下一匙蠔油 是啊 為什麼呢 我要這樣說呢 其實現在我正在給他 什麼呢 就是呢 我之前講過的 因為我們有南非有鮑魚腸 不是我 我們在那裡拍檔 最下線的 但是都OK的 其實就是 不是講上海 不是講台灣 台灣鮑魚是大陸的 罐頭鮑 鮮鮑 鮑 我們現在扣的 就是我們也在市場上賣的 外面賣六百多元 便宜到五百多元 那我賣三百六十八 就是四隻的南非鮮鮑 即是孔雀鮑 就有個鮑汁 當然 今天 風水豪 你不斷進來了 免你經常在那裡裝裝一下 今天那個鮑魚 十五戶 阿依依 還有你吃過 昨天一咬下去 二口同聲 真的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 真的是真的不同的 這個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們現在就找一個鮑魚 那個汁 扣我這個花膠 拔一拔它 那個汁 當然那個鮑魚 我們也有在那裡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叫它放一匙蠔油呢 因為 今天下午我們經驗了 所以下午 我們已經發完花膠 喝光了水 但是放下去 都淡了 因為它始終裡面有水分 會出水 所以 然後我打電話去 去諮詢 諮詢 我們的供應商 我說 你老母 為什麼要這麼想的味 不是這麼探 大膜 然後我一聽 就說 放一匙蠔油 大哥 所以我剛才叫十三妹 放一匙蠔油 OK 應該就對了 好了 為什麼要這麼早吃呢 第一,阿正做四節節目 三、四節 第二 就是 早點吃 免得太飽 因為 我這陣子 真的很多東西 是等著我吃的 只是那些糕 好像我們切了那些年糕 那些糕 要吃的 不然又說會變的 另外 那些人不斷買 這陣子看到阿正吃 喂,一斤 我跟你說 你看到阿正 一吃 那些糕 那些糕 白肉 陳皮 檸檸檬 也有大瓶 但是我們這一塊是 玻利維亞檸檬 OK 那我不特別再講了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 為什麼玻利維亞檸檬 在市面上這麼貴 這麼美 它這一隻 好到不得了 你可以開水 用來蒸東西也可以 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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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十八元 好過你吃鹹竹蜂 那我有些朋友 你不用說阿正 四海 沈四海 就是我們的老友 阿風卓豪 那個經理人 沈四海 我懷疑 如果 當然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 我知道了 我現在知道了 否則我懷疑他有肺癌 他是從來長期 認識他這麼多年 都是不斷地咳 日咳夜咳 他不會好的 當然我知道他不是肺癌 一吃完這個 白肉陳皮燉檸檸檬 是 露摩咳 簡直是不懂得咳 最多是打屁肌 變成了 變成露摩咳 這樣是奇怪的 好 看十三妹準備這個 紅椒南飛 孔雀包 扣 紐西蘭 深海 花膠 鱈魚花膠 之前呢 我想說一段新聞 但現在似乎趕不及了 早知道今天回來的時候 製作些 嘩 老實說 一碟這樣的東西 OK 大概什麼都不重要 一二三 糟了 要吃小粒鮑魚 因為 四粒 不是啊 你吃過 我今次吃都不吃 嘩 我現在重要的是花膠 先 花膠 你夠得這麼快 夠不夠味 嘩 嘩 好大塊 好大塊 你這麼大塊花膠 我吃完很厲害的 你老米 今天就已經吃了一塊了 嘩 昨天之後呢 一後身更好看 是啊 好看過昨天很多 嘩 這個花膠扒 你知不知道 人們夠膽用來做花膠扒 賣一百幾十元一份 真的是扒型 我都說 那塊花膠自己可以大過你的臉 下面蘸些西蘭花 生菜外面 收你多少錢 嘩 嘩 它真的很棒 嘩 骨真的很棒 很棒 好看 很棒 好吃的下垢 加緊蠔油 嗯 嗯 多久都會有味道 嗯 但是我應該可以了 可以了 嘩 嘩 嘩 好美味 好美味啊 閉起雙眼睛 身中感到清靜 吃了之後會的皮膚又漂亮了 嗯 是的 其實是屬於好吃的那一隻 很多膠汁啊 大佬 你和我吃這麼花膠啊 哎呀 你好啊 今早很美味啊 這個麵包汁正好 喏 接著呢 我吃一粒孔雀鮑魚 南非的 又不算太大粒 但是燜之前的鮮包 它都大的 其實 喂 這些南非鮑魚 你在街市買了四五十元一隻 便宜是你 三十多元一隻 這麽包是好吃的 是嗎 好啊 你試過什麼呢 鮑魚 好吃 真的好吃 是不是跟我們吃的罐頭鮑呢 又是 根本是另一個層次來的 即是吃好一點就吃這個 但是罐頭鮑魚一般來說都夠吃的 OK 嘩 這麼大塊 這塊更大塊 誰沒吃鮑魚 給你 誰沒吃啊 鮑魚 十三未吃 嘩 嗯 嗯 很大了 有時間你選擇 你相信我今年如果要吃鮑魚的話 完整的即食乾包我又有 紅燒鮮包孔雀包又有 罐頭鮑魚也有 甚至乎你買個乾包自己發的也有 吃過鮑魚味嗎 你先試一下 不 你看 等你未吃過的人 喂 我說什麼 我這個鮑魚 嘩 阿正在喝點汁 我這個鮑魚 不是 我喝了 汁不夠不夠 啤酒也很煩 包汁我最喜歡 我這個鮑魚呢 好吃過外面的炸的乾包 當然 真的 嗯 嘩 我鮑魚 鮑魚我忘了賣多少錢 鮑魚幾好 是啊 鮑魚我忘了賣多少錢 三百多錢 好了 究竟我花膠多少錢 各位網友 我呢 限量發售 你們最好訂 下星期有了 馬上發 有個盒的 有個加包裝 OK的包裝 一百三十九 嘩 你求行價 一三九 我十八 喂 喂 不要找這種事搞啊 你求行價 不是啊 我講個花膠 是啊 至於鮑魚呢 就是這個 孔雀鮑 這個比較漂亮 這個比較漂亮 三八六十八 三八六十八 四隻 紅燒南非孔雀鮑魚 大家看看包裝幾個名字 OK 三八六十八 當然 你其實封劍尤人的 我們有很多 你上來問我的同事 我們有很多鮑魚選擇 其實我教你們 最簡單 如果你家裡不多人 殺兩三個人 買兩盒 我的九十九 是 那是不是有四隻鮑魚 兩隻鵝掌 兩盒 四隻鮑魚 四隻鵝掌 四隻鵝掌 四粒冬菇 那一份汁不能買 買一份花膠 搞定 嘩 昨天佔的菜 多想得起 那些菜你幾元 十元一斤 你不用買一斤 你幾條 二百多元 一個 兩個 九十九元 一九八 加上一三百 三百多元 喂 鮑魚 鵝掌 花膠 冬菇 菜 你老母 頭髮 頭髮 我講一下 所以吃完一些好吃的 高級的東西 個人是開心的 那不用說 當然不用說 但當然 問心一句 這個 那個汁是好過 我們那個 鮑魚鵝掌 九十九元那個 但那個都夠吃 封劍尤人的 沒所謂 總而言之 就是上來買東西 留點錢 好了 真的 我覺得下午 因為我們吸收經驗 好吃很多 加蠔油 好吃很多 好吃很多 就是欠個一匙蠔油 就是欠個一匙蠔油 會不會我們炆了很久 那個花膠炆了久一點呢 都炆得久的 是啊 都炆得久的 是啊 都炆得久的 但是真的好吃 不是他們認識的 其實是師奶 怎麼會不會認識 好了 其實你用來 回家可以用來做糖水等等 都很多東西做的 是啊 那我還有呢 我還有一個 我真的 值得想些 不過你們喜歡用來擺的東西 我的印尼一級燕棧 九成新 我們叫做九成桿 不用擺雪櫃的 就這樣擺 因為它不會發霉的 那外面擺一萬二元左右 現在的價格 八千八 我們懶得你頻道說買這些東西 遲些我可能會找些努力士啊 標普恩等回來買 如果不是怎麼推高生意額 生意那麼難做 不要說那麼多